我想各位期待這支影片應該期待蠻久了吧 雖然我在去年的2021年就已經組好新的電腦 只是當時是處於礦潮下 很多顯示卡都紛紛的去受苦受難 讓我們這些遊戲和專業玩家都感到非常的頭疼 而如今礦潮已經過去了 顯示卡也總算恢復正常的價格了 對於等等檔而言 總覺得這個價格還不夠給力 不過對我來說我已經沒辦法再忍了 總覺得這張GTS 680要讓他好好的退休了 所以我就在網路上看有沒有新的顯示卡 那我的需求的話則是要有RTS系列的顯示卡 然後預算的話則是大概在8000塊左右 那在一段時間的搜尋之後 我最終選擇了這張微星的RTS 2070 話說你在網路上看這張卡的二手價大約都還要在1萬塊左右 而這位賣家他卻只賣7500塊錢 而這個價格我覺得有一點點懷疑 所以我就稍微跟他做一下交流 那這裡的給我回覆是沒有挖過屋況 並且外盒也還在 說實話這樣講有點像是在賭博啊 會不會我買一買可能會跟實際上是不太符合的 不過最終我決定來賭一把 直接用7500塊錢跟他收購這張RTS 2070 那這張卡在幾天過後就已經到貨了 然後目前已經在我手上了 那究竟這張RTS 2070 會不會讓我感到驚喜和意外呢 那我就不廢話就來帶大家做開箱 各位觀眾這個就是我在網上訂購的RTS 2070 雖然我的內心是既興奮又害怕 不過既然這個東西已經出現在我眼前了 那我就直接把這個箱子給拆開來吧 裡面的話是一個RTS 2070的外盒 不過還不能放鬆戒心 還是得繼續往下看 那經過層層拆箱之後 沒意外這裡面應該就是一張RTS 2070 那我就把這層塑膠給拆開來吧 話說這張卡的橙色看似還蠻不錯的 都看不到任何的灰塵 然後擋板的話還蠻油亮的 都看不到任何生鏽的痕跡 整體的卡況看似還行 但是我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要得試它能否順利開機 如果不能開機的話 也是沒辦法用的 那接下來就把我再用的GTS 680 給替換下來 那麼就 開始動工吧 那這張RTS 2070裝上去之後 好在開機過程沒出什麼問題 那在安裝RTS 2070驅動之前 我來教各位如何移除電腦裡的顯示卡驅動 雖然GTS 680和RTS 2070 這兩個驅動之間是不會有所謂的衝突 不過我得確保在之後的使用 不會出現任何問題 所以我還是得把原本顯示卡上的驅動 給做移除 那我這裡使用的軟體是 DisplayDriver On Installed 那DDU這個軟體也是很多玩家 都要有的必備工具 而且也可以調整你想要 跟不想要移除的驅動程式 對於初學者而言 也可以簡單的上手 那這個軟體強烈建議 你在安全模式下進行 雖然也可以不進安全模式下進行卸載 但就會怕出一些不必要的報錯 所以我就來帶各位進安全模式 那Win10進安全模式 已經不是按下鍵盤上的F8 而是按下重新啟動前 長按Shift鍵 然後就接著按下重新啟動 到這裡就按移南排列 之後就按進階選項 然後再按下啟動設定 就會直接重新開機 到這裡的話要選擇啟動安全模式 也就是鍵盤上的F4 進到座面之後 打開剛剛下載的DDU 然後右邊部分則有兩個下拉式選單 第一個選項就選GPU的選項 再來第二個選單就選擇你的顯示卡晶片的品牌 那我的都是NVIDIA的顯示卡晶片 所以就選NVIDIA的選項 那到這裡就有三個選項可以選 第一個選項是移除之後就會重新啟動 意思是說移除驅動之後就會幫你重新開機 第二個選項的話是移除之後不要重新開機 這個的話就跟第一個選項是差不多的 只是不會幫你重新啟動 最後一個選項的話則是解除驅動的直接關機 這個的話大多都用在更新新的顯卡的時候 不過我現在已經插上RTS 2070了 所以我就直接選擇第一個選項即可 移除完所有的顯示卡驅動之後 接下來就裝上RTS 2070的驅動就可以了 裝完潛式卡驅動之後 接下來就來看看從GTS 680升級到RTS 2070 這個提升到底會有多大呢 那我就來帶各位看3DMark 5thw的跑分結果 那這兩張卡測試下來 這個提升幅度真的非常的巨大 跟GTS 680來比的話 提升將近3倍左右 這我都有點擔心買這張卡 會不會有一點點的性能過剩 然後則是Tonspy的跑分結果 那這個測試跟GTS 680來比 則是提升將近4倍左右 話說這兩個跑分結果 我這麼說好了 假設一個遊戲同樣在1080p最高畫質下 GTS 680可能只能在30幀左右 那RTS 2070則是可以穩定在60幀左右 這樣說各位應該可以理解這次的提升有多大了吧 再來是娛樂大師的顯示卡跑分 那這兩張卡的分數 各位就一樣就僅供參考 最後則是Furmark的顯示卡燒機 那這兩張卡在蓋上側板的測試下 溫度雖然看似只差個3度 但是這兩張卡功耗卻相差了40W 而且GTS 680在烤機測試下 兩個風扇就賺得非常的厲害 而RTS 2070的雙風扇就沒賺得比GTS 680還來的厲害 看GTS 680這張卡王的確真的該退休了 那在看完跑分結果之後 接下來是遊戲測試的部分 首先是Minecraft 在1080P高畫質下 GTS 680和RTS 2070的幀數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那Minecraft這個遊戲本身是吃CPU的單核性呢 所以幀數基本是沒有明顯的變化 再來是戰爭雷霆 在1080P高畫質下 RTS 2070在這個遊戲中是保持領先的 就連CSGO在1080P高畫質下也同樣是保持領先的 那這兩個遊戲本身是注重顯示卡的性能 所以在這兩款遊戲測試下 幀數就有明顯的提升 那到這裡做一個總結 這次的升級除了各項的性能測試都有提升之外 最主要是我終於有一張是屬於這個世代的顯示卡了 雖然RTS 40系顯示卡預計不久就要上市了 不過這張2070對我來講已經非常夠用了 不需要再花更多的錢買更好的顯示卡 那在影片的最後我也稍微嘗試用Minecraft來開個光線追蹤 話說就一個3D像素遊戲能把它弄得像真實世界 的確非常的了不起 而且這些畫面如果不是現場看的話 這種震撼感是沒辦法做體現的 那總之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那就大家掰掰 各樣做ت的樣子 訂閱 %$%%&%&0